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今天晚上抛下的这两颗震撼弹 尤其陈吉仲前几天他才演出了一场欲走环流的戏码 结果没有想到在今天晚上还真的上演了溜之大吉 我们都知道今天农业部长陈吉仲 他一早的时候突袭式的现身立法院 昨天本来说要到立法院来找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民 结果摆了媒体一道没有来 今天早上又再使出这样的一个戏码 以支开了所有的媒体确实是进到了柯建民的办公室来聊天 没有想到他今天一连两度的道歉 然后还强调自己绝不恋战 大家都觉得他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绝不恋战这几个字在陈宜仲的口中讲了很多次 但到最后陈宜仲都继续坐在他主委的位置 他部长的位置 没有想到他今天真的跟你玩 真的就直接确定要请辞了 好这是因为现在的进口鸡蛋的争议持续延烧 农业部长陈吉仲在傍晚临时召开记者会 为造成社会纷扰而道歉 晚间他则是在脸书上面 直接发表了两千多字的长文 表示自己决定请辞农业部长一职 行政院随后也发表声明表示院长已经准辞 9月21号礼拜四就会生效 同时目前也指定农业部的政务次长陈俊继要来暂时代理部长的职务 我们来看一下陈吉仲他在脸书上面的贴文 两千多字的贴文前面五个字 直接就写到我决定请辞 我们看这个红线的部分 还有特别提到他出生在屏东的农家 他对农业一生玄命 然后他这一路走来能够扶摇之上 他把感谢的人全部都写出来 包含了要感谢蔡英文总统的信任 赖清德副总统的支持 林全院长的赏识 苏贞昌院长提拔他成为主委 陈建仁院长任命他为首任农业部长 回想起农业部成立当天 历任的院长们都齐聚为农业部祝贺 他的内心十足感谢 你从这一段话就看得出来 哇 陈吉仲他的官位是怎么样的顺畅 怎么样子的从一个屏东农家 一步一步走到当部长的这个位置 但是这一次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段 他说最近对于专案进口鸡蛋的执行过程 遭到外界不时的抹黑造谣指控 而造成社会大众不应该有的恐慌 农业部同仁遭受到不应该背负的指责 因此他要一肩扛起责任 让纷纷扰扰能够平息 因此决定请辞农业部长一职 所以您可以看到针对外界对于陈吉仲所有的质疑 他把它归类叫做什么 叫做抹黑 然后他今天一再强调说 进口蛋的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好的确政策如果是正确 但是为什么后续还会有这一些 一亿四千多万颗进来的鸡蛋 怎么会有五千四百万颗这些鸡蛋 必须要销毁 必须要耗费掉两亿以上的公帑 这个叫做一个正确的决策 那陈一众他都不认这个政策上面 执行上面有缺失 他就只把外界所有的质疑 都当作是抹黑造谣指控 包含了他在今天傍晚五点半 临时的召开记者会 然后就好像是一个土冤屈大会 土他委屈的大会 讲话还是一度的哽咽 没有想到这个记者会开完没多久 他就在脸书宣布请辞 可是这个请辞的时机点 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院说 什么时候准辞 礼拜四 但是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立法院是要进行 进口鸡蛋的专案报告 等于说行政院礼拜四准辞他 陈吉宗礼拜五就不用进到立法院 面对在野党所有质疑 进口蛋相关的政策 这真的是所谓的溜之大吉吗 而且这一回不只陈吉仲请辞 还有哪一个人也跟着请辞 就是中央续产会的董事长林聪贤 他在晚间也在脸书上面贴出声明 也发表声明决定要请辞 而行政院也在声明当中证实准辞 他的准辞的时间点 同样是在9月21号 也就是礼拜四生效 又一个在礼拜四生效 所以大家外界都在喊说 礼拜五的时候是不是续产会的董事长林聪贤 您也必须要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吧 结果现在行政院帮他们开脱了 你们两个人都是礼拜四直接请辞生效 所以你们礼拜五都不用到立法院去背询了 去面对立委连番的炮轰了 我们来看一下林聪贤 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什么 美好的一仗我们一起挺过 三年多来挺过了口提议非议区 挺过了非洲猪瘟阻绝在境外 也挺过了传统猪瘟非议区 但是终究无法阻绝政治口水的瘟疫 所以他决定即刻请辞中央续产会董事长已职 希望政治尘埃落定 让产业不受波动 而且让事实可以呈现 最后庶名林聪贤 好所以你可以发现 从陈吉仲再到林聪贤 他们把这一切的事情归类叫做什么 叫做政治口水 归类叫做抹黑 问题是如果你在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 然后你第一时间跳出来 就把这些回应讲清楚的话 后面风波还会烧成这样子吗 尤其续产会跟超司之间签订的合约 都已经引爆了违约的争议 结果你续产会你林聪贤 你一句话你都没有亲上火线 把这些事情讲清楚 你就躲在后面 先让陈吉仲帮你挡子弹 最后陈宇仲请辞之后 结果你也一起来宣布请辞 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可以 就直接石沉大海了吗 进口弹的流向大家不必追了吗 不可能中天还会继续的再追下去的 所以我们也把时间继续倒回到 在今天傍晚五点半的时候 陈吉仲他在请辞几个小时之前 这个是他一天之内 针对进口弹的争议 两度的鞠躬道歉 第一次在立法院的鞠躬道歉 被外界笑称是什么 一秒鞠躬 这一次在农业部里头的鞠躬 是90度的鞠躬 算一算有三秒之久 看起来时间比较长了 而他在傍晚紧急召开记者会进行说明 不过与其说 他是要在记者会当中解释他的政策 更像是觉得自己和同仁们非常的委屈 所以整场记者会有很大的篇幅 都是在抱怨外界对农业部 和对他个人的抹黑攻击 他强调农业部的政策 绝对都经了起考验 还反酸全世界最多假讯息的国家 就在台湾 如果农业部不要执行这个政策 政府都不用出一毛钱 那可以稳定整个鸡蛋的产销市场吗 可以把黑市的价格解决吗 可以让消费者买到平价蛋吗 可以解决蛋方这个问题吗 如果没有这个政策黑市价格高达每一颗9块 我们让消费者每一颗省下的支出超过2块钱 那31颗不是就60亿元的直接消费者减少的支出 这个支出不是就是效益吗 这个政策是保护了我们所有的鸡蛋的农民 这个政策绝对是让消费者获得平价蛋 消弭黑市 在鸡蛋进来之后 缺口逐渐的减少 黑市的价格也不见了 可是当相关的资讯 不正确的被报导之后 许多的不实抹黑造谣 排山倒海而来 网路搜寻超市没有进口时机 对农业部的恶意的批评 最后秀出来 他有还我们的公道吗 各位再去Google所有的外界的报导 说农业部 补助超市1.7亿元 批评很容易啊 随便找个数字啊 我一直找不出 补助1.7亿元哪里来 全世界的假消息 最多的国家在哪里 在台湾啊 台湾的哪一个部门的假消息 最多 就在农业部门啊 在国内面对这种非专业的批评 我很难以想象 以后有哪些国家 会再把鸡蛋 愿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卖给我们 那至于对 个人政务官的攻击 那绝对是政务官要来承受的 我绝对没问题啦 陈一众说假讯息最多的地方在农业部 问题是这个农业部的假讯息 到底是由农业部本人自己发出来了吗 尤其过去大家都在追你巴西弹的进口效期 到底是几天 你一开始说冷藏是90天 就又说120天 又被揪去了110天 这些讯息从哪来的 不就是从你农业部讲出来的吗 再来巴西弹到底是涂辣还是喷膜 一开始农业部跟大家说 是涂辣啊 结果呢 再去问这个陈俊记的时候 他又说 哎呦 巴西弹不是涂辣是喷膜啊 所以到底这些讯息从哪边出来的 不就是因为你农业部 每次都前后口径不一致 才让大家觉得 这背后的问题越来越多吗 结果陈一众就把这些事情 捅瓜变成外界的质疑都是抹黑 超私的进口时机 为什么我们要要求农业部提出资料 有资料有文件才能知道 你真的有进口时机啊 不然怎么会知道 这个到底是不是 农业部又口说无凭 又甚至是现在连巴西畜牧场的地址 农业部依然没有公开啊 那请问到底陈建仁说 要把事情讲清楚 这件事情现在真的讲清楚了吗 以及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 前几天陈吉仲不是被放话请辞吗 结果第一时间跳出来 驳斥陈吉仲请辞消息的人 就是前刑建院长苏贞昌 今天在陈吉仲二度请辞之后 苏仁昌也再一次的在脸书上面发文 苏仁昌他就以非洲朱文为例 说他特别感谢陈吉仲领导的防疫团队 为台湾挡下了这场浩劫 不过呢在文末的时候 又顺便推销了一下自己的新书 还夸赞了自己 说他在刑建院长任内和行政团队 一起守护台湾的故事 所以看起来这个是苏贞昌 要来蹭一下陈吉仲的声量吗 是不是觉得我先前帮你驳斥了 还力挺你 现在你又要走人 那我再利用你一次 顺便来推销我的新书吗 所以这样的贴文 网友有没有买账 网友当然没有买账 网友大力的批评 有人就在他脸书留言酸说 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 现在是护党还是在护国呢 也有网友在相关的新闻上说 连神明都敢骗的人 到底关你什么事呢 不过呢现在进口弹的流向不明 并没有因为陈吉仲请辞 并没有因为林聪贤请辞 而开始呢 就大家就弹忘掉了 因为这个进口弹的流向 是引爆食安危机 尤其混冲弹 还被学生吃进肚子里头 农业部长陈吉仲就出面 狂喊被抹黑 愿意为社会纷扰道歉 但是强调自己的政策 都是正确的 在野党听了就炸锅怒轰 你花上一元买弹 另外再花上一元来火化销毁 这个怎么有脸说自己没有错呢 进口弹引爆食安风暴 让民众恐慌 但陈吉仲出面道歉 理由是这样 既然是污蔑跟抹黑 你就不要道歉啊 有种不要道歉 有种就说 跟这个污蔑跟抹黑奋战到底 网友怒轰 你不公布进口弹流向 道歉有鬼用 从农业部会开始隐瞒进口弹流向 到蓝营县市发现进口弹假冒台湾弹 甚至学生百姓都吃进混蛋 部长的结论竟是这样 所有的鸡蛋的专业进口 政策是正确的 政策是正确的 绝对不会恋战 两亿多的鸡蛋投进是土鱼桶 这是正确的政策吗 六亿买的巴西弹一半要销毁 政府还要再花两亿去火化进口弹 这政策到底对在哪 所以这笔弹台湾人不能吃 但是呢 我们进来再把它毁掉 居然是正确的 睁眼说瞎话 这个能耐真的 我们没有人能够比得上陈吉仲 台北市下最后通牒 要求农业部交出进口弹流向 陈吉仲说资料早就给了 但马上被北市府打脸 说中央只给代工厂业者等简单资料 一旦加工弹品流向等详细资料 流入哪些市场跟超市 关键问题全都没回 如果今天还没有 让我们拿到完整进口弹品流向的资料 我们就会依照食安法 该开罚就开罚 连台北市政府正式率员去稽查 他都可以拒绝提供资料 这不是反了吗 我们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吗 当学生不明不白吞进口混蛋 当百姓不知不觉买到进口坏蛋 当政府至今给不出进口弹的流向 部长毫无愧色 滔天自信 难道只因为背后有个小鹰在撑腰 记者黄义俊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 明天陈吉仲一早 还有一个农金奖的颁奖典礼 所以人还是会现身 我们一样会到现场 来问陈吉仲最新的请辞的状况 还有一些巴西弹的流向 得要讲清楚吧 毕竟现在进口蛋的争议持续延烧 农业部澄清说 进口鸡蛋抑制蛋价 让全民获利了60亿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就很酸 这种逻辑根本就是鬼扯蛋 因为政府告诉我们 进口蛋避免了鸡蛋涨价 但是大家可以到家里附近的早餐店 实际去看一看 先前加赞调涨价格的品项 现在价钱真的有往下调回来吗 他从来没有这个觉得要需要道歉 那现在为什么要道歉 是因为伤害了整个执政党的选情 他是向赖清德道歉 他是向社会造成社会纷扰 最主要是赖清德的选情受到影响 他要道歉 他认为这是农业部自己认为 他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去佐证 他认为这个进口鸡蛋进来 避免了鸡蛋涨价2.2元 于是在这段期间 所有鸡蛋 因为鸡蛋他认为那2.2块钱 没有涨的 只要卖出去 每一颗鸡蛋的2.2 乘起来整个总数 就全民有60亿的效益 今年我们的进口鸡蛋 从3月开始陆续进口 我们一直到6月才第一次调降蛋价 进口鸡蛋进来 一直到6月14号才降3块钱的产地价 那时候已经50几块了 那时候还第一次往下降 所以问题出来哪里 你觉得进口鸡蛋一进来 真的有把蛋价压抑吗 没有啊 你现在去早餐店 那个加蛋15块的 有没有降价吗 没有 10块涨到15块的 有没有跌回来吗 没有啊 那你说那个2.2块在哪里吗 你找给我看嘛 你跟巴西买蛋 你3月份下的订单 4月份上的船 5月中才能到台湾 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差 导致台湾已经不缺蛋了 这些鸡蛋才源源不绝的来 导致过期要销毁 导致全民 这其实是浪费 这是把人民的税金的补贴 变成一个浪费 然后最后还要拿税金去销毁 然后呢 现在农业部又还要讲 那个玩文字游戏说 没有 我们不是拿2亿去销毁 我们是拿2亿去循环再利用 把政府变成肥料公司 我们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肥料厂商 今天一环接一环 他都在骗 都在唬赖 都在说一些 让你觉得毫无 这个不make sense 就是完全违背常识的话 这是现在陈吉仲在做的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有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